明偶 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收看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雖然有很多熱心的朋友支持我們風雲谷 但記住 如果你真的想支持到位 就要加入訂閱行列 就是要按一下這個鐘仔 就會按時向你溫馨奉告 這幾天不用說了 由全世界關注中國 就是以華北為中心 一場連綿不絕的暴雨 引致到中國那方面 將那些水壩洩洪 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在大陸引起非常熱烈的網絡討論 甚至譴責 這次的大水災 大洩洪 或者是大洩洪造成更加惡化的大水災 除了豪雨之外 以河北、華北 甚至東北都受到波及 至於水浸的城市 根本都數不完 據說連江蘇一帶 都很多城市 包括揚州、鎮江那些都受到波及 當然這次最為 這次的大洩洪造成更加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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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出現泛濫 再加上泄洪 種種的傳言就是 要泄洪浸沒了北京西南保定市 管轄的這個叫做剁州 現在剁州那裡人口70萬 那個城市基本全部已沒 另外比較令人觸目的當然就是 北京這個叫做門頭溝 以這個叫做門頭溝 是北京市 不只是這裡 是北京市災情最為嚴重的 主要是因為這次 是降雨時間 是一場長達70個小時 雨量大範圍廣 現在跟著那個 雲雨帶是向北移 搞到連黑龍江都受災 這個門頭溝 這段受災的影片 很多大陸的人民 就自己用手機拿去拍了 斷斷續續我們看到 是非常驚人的 不只是大水沖倒了龍王廟 簡直是大江東去浪逃盡 千古藝民小人物這樣的氣勢 自然那些人民就好像流藝那樣 隨波逐流 可以說是非常壯觀 很多那些樹立在地面的大型排流 那些這樣的大廈 那些門舖全部是浸沒 到底相傳這個叫做浸沒 這個叫做澡洲和北昔 是浸在北京這些地區來保住洪安區 這個雲圖遠景是做不做得到呢 不見了做得到 這些圖片裡面顯示 現在習大大是一手親自設計 親自打造這個洪安區 也浸到上去連招牌都看不到 正式是水浸眼眉 這些片段呢 全部都是大陸現在呢 在那個網絡那裡是流傳的 對不對 這次這場的豪雨 就和去年鄭州那次水浸鑽地下鐵道 那些隧道 那些造成多少個死傷 也都一向是黑傷是不知道的 那霸偉聰你怎麼看這一場 空前的大水災 當然,其實如果看降雨量的確是空前的 整個華北的覆圖的降水量是超越了幾十年來的平均數 甚至局部的地區兩天的降雨量是相等於一年的降雨量 所以首先這個的確是天災 也因為華北的地方少有這種大洪水 所以對於這些抗洪的準備的確沒有南方那麼多 所以才出現了,剛才你提及了 這個剁舟和門頭溝市面好像海一樣 你看到那些車就飄浮在海裡 好像三一一大地震,日本東北的情況 好像海嘯之後那樣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天災之後的究竟是否人禍 洩洪之說眾所昏雲 我們一時間就沒有辦法掌握一個很科學的證據 證明是要犧牲了奪州來保存洪安 甚至現在網絡上面有一些很濫情或者善情的說法 就說天津現在肩負在保衛城的華北平原 包括北京這些重任 突然間就將一種其實自然界的現象 將它以人化感情化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地理其實在華北 地勢的走向就是由西北向東南 整個這樣的水紋系統 你可以看到圖片 所有的河流都一直流向天津的方向 經過紫牙新河和天津裏面那條海河直出撥海 所以其實這個天津據說今天也是一個考驗的時候 因為洪水將會通過 究竟天津能否受得住呢 這個都是未知之數 我經常覺得 我們經常把一種政治的宣傳放在一些我們叫做天災裏面 的而且令人覺得 其實背後是不是在掩飾一些東西呢 譬如說 剛才我說的天津 其實他本身 他就是那條河 就是拿來出海 去撥海 其實他有什麼說保不保衛整個北京 他想保衛不保衛 那些水都是由的 高向低流 都是出海的 是不是 那這種呢 就是現在你經常見到中國裏面 一種比較濫情的宣傳 你見到現在很多說這個洪水的時候 都是用一些叫做獨州的市民 或者是那些鄉鎮 犧牲自己怎樣保衛北京 就是用一種這樣的態度 去講述一個天災 其實呢 我覺得是有些狗血 我叫做 是不是 陶先生 三十年前呢 你可以用這些濫情線情的機器 或者都有人相信 但是三十年後呢 你對付現在有一部手機 到處可以拍片 還有半躺平 以及已經不甘於做過韭菜的民眾 可以說是無用的 是不是 為什麼下一場人禍呢 你要知道現在北京的人口 是超過二千一百萬 北京這個城市 最近三十年這個改革開放 是湧入大量的 很多是華北 還有外地農村 走進來找機會 還有找工作的人口 是吧 那個大廈呢 是高樓林立 很多香港人呢 這三十年呢 經常上北京 人民大會堂的貴賓樓 是吧 傳五星酒店 回到來 每個都說 北京的建設呢 真是一天千里 全部呢 只是看到地面的那一層 當然呢 你看下去 就非常之呢 那些高樓大 就拍著這個叫紐約 洛杉磯 甚至是真正的美國 但你看不到地底 有沒有相應的排水道 排污渠啊 這些 所謂的三通一平 大陸自己都會說 再加上殖民地 香港的建設 一百多年呢 也是逐些填海 這個叫灣仔 銅鑼灣 尖沙咀 這個荃灣 甚至沙田 整個新市鎮 一樣呢 是大廈高樓平地而起 但是殖民地政府呢 是有這個叫羅馬的歷史管治經驗 一定呢 是同時呢 是審慎設計的地下排水道的 但是北京這方面呢 就很嚴重了 北京呢 原來呢 地面呢 是高樓林立 地底呢 是完全沒有所謂下水道的 只是呢 地下面呢 5米左右呢 就埋放了 一些非常之密集的 就是排水管 排水管 排水管和下水道是不同的 下水道呢 涉及到整個城市 逐忽的社區 一個有系統的 符陷性的 宏觀的計劃 那些下水道 那些支管怎麼接駁 接隔到去主管 主管那裡呢 是怎麼有系統的呢 就再接駁到呢 種種的渠道呢 是衝入大海 森林立 因為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 在1949年中共立國之後 就趕快在北京推行十大建設 包括現在這個叫人民大會堂 這些開拓長安街 當時的十大建設 農民政權剛剛就位是不懂的 於是就請了蘇聯的專家派來參與規劃 但是蘇聯就是俄羅斯為主 它的地勢是高寒地帶 它高位度的地理位置 就令到蘇聯的專家一向一百幾十年來 對於降雨量 即是落大雨的氣候他們是不熟悉的 蘇聯你知道很多西伯利亞最多冬天是會積雪 但是它對於南方 華中 華北 這些大雨的話 尤其是在大雨的氣候之下建築現代化的城市 你們怎樣設計一個有系統的地下引水道來的配合 蘇聯專家根本就不懂 所以只是那時在五十年代鋪了直徑一米的 這些叫做排水管 只不過在蘇聯的城市莫斯科這些是夠用的 在北京就不行的 一旦遇到二百毫米以上的降雨量 這些排水管只能夠應對每小時大約三十六毫米 所以一旦再加上氣候暖化等等 再加上北京外面砍了樹林 就搞到那些水民的形勢大亂 這個跟北京緯道差不多的日本東京就不同了 你看看這幅圖 它是完全用地下走廊道式的城市排水系統 一條條柱是一個地下城來的 這些就叫做下水道 地下引水道在地面六十米以下 它的寬闊程度是拍得住軍事坦丁堡 我們現在很多去土耳其旅行都看到 古羅馬帝國的時候 踏到一層這麼宏偉的 現在就變成了蓄水池 這些就是古代西方流傳下來的 在這個羅馬時代一種成熟的 這個叫做地下引水道的管理 在紐約、倫敦等世界大城市 這個地下的排水系統 最基本要達到每個小時排水 六十九毫米的標準 北京基本上來說 是三十六毫米至四十幾毫米之間 好了 這個就嚴重了 對不對 近年因為這個北京的市政建設高度發展 有八成的雨水的排水管裡面有沉積物 其中一半這些排水管道的沉積物是很厚很厚 是達到是塞了那條排水管的直徑是六成以上 那就是說一下你遇到呢 不要說萬年一遇 一百四十年一遇 這些這麼大的雨水 根本就搞不定 所以這些排水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建造 部分一些甚至是前清末的時候羊毛運動建造 在清末一路之後的一百年 北京本來五百年的古都 是一個非常原始的護城河系統 我們知道北京的古城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應該保留下的世界古建築的遺產 其中有一條叫做老年花河 就有八百五十幾年的歷史 然後在北京在西邊就有一座叫做太平湖 這個是非常的出名 太平湖等就連著兩座 連著還有大大小小十幾座散落在北京城裡面的湖泊 太平湖眾所周知就是這個中國作家老舍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遭受批鬥 然後家裡家草屋蔽 搞到內外交遷就走去投湖自殺 就是那個地點 到了今天太平湖一早已經填平了 在這個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 因為北京又要起地下鐵路 一起地下鐵路就要凍土到地底 太平湖一帶那裡的湖泊停了 是拿來做一個叫做地下鐵的一個機車的維修廠 這些湖泊和湖城河就全部填了 不只是這樣全國各地 例如武漢、毛石、其它蘇州 一路這些千八年來它除了湖城河 也都有很多裡面的那些河道 包括以前廣州市都是 廣州城裡面都是一條條的河沖 類似大澳、二澳這樣 這些河道本來是一千幾百年來 中國歷代這些朝廷的政府 其實都有非常之成熟的水力治理的思想 根本你不需要怎樣說去治水 治水那個最大的宗旨 就是你有收足到 是有足夠的排水道 是令到洪水可以疏到 而不是去倒塞 以北京城來說 第一就是填平了湖 填了很多的湖城河 接著過量抽取地下水 令到這些城市局部地區沉降 接著你還在這些市面的馬路那裡 建天橋 建天橋的時候沉降是加劇 又沒有做到這個叫排水措施 另外搞到這次就把那些故宮也浸了水 因為故宮本身也有一個非常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統 它的地形就是中間高 就是兩邊低 故宮三大殿 這個叫做太和殿、保和殿等等 下面三層的台積 其實你仔細看 每一層都有排水的暗位 一下大雨 那些雨水就會順著台積邊的龍頭 還有龍的口那裡是通往明溝暗道 直接排入湖城河、金水河 所以其實故宮這一套的排水系統 是放置於整個舊的北京城都是通用的 所以你說以前中國人不懂得治理水患 這個是由大雨以來三千多年 其實一直都有相傳的智慧 特別是對於城市 但是現在不是 OK 你現在搞到北京這些過渡發展 不僅是很多 武漢、上海這些二、三線城市都是 那些黨員、幹部 他為了打造政績 為了領導人走下來 是可以視察、參觀 是可以看到 然後到處高樓大廈平地而起 這裡有工廠、商場、幾十層高的寫字樓 這個GDP是看得見的 但是配合GDP底下的地下水道是看不見的 所以這次即即埋賣 這個40年改革開放這種盲目的GDP的增長 還有見面就不見底 見愛就不見內 還有見面就不理暗 這種生活建設的方式 這次是付出代價 是 陶先生 其實如果簡單地說 現在中國遇到的水災 或者每一年遇到這些洪水 都是源自他們在1949年 向了蘇聯這個共產主義 靠攏學習的一個惡果 這個可以是一個原因來的 因為剛才正正你所說的 其實他們整個排水系統在當時使用蘇聯的設計理念 蘇聯的設計理念第一 就要便宜 跟所有的蘇聯設計的軍事用品一樣 還有要快 所以他們只是挖了地下幾米就鋪那些去水管而已 但是跟西方包括巴黎 或者東京 倫敦 這些深邁在地底幾十米 你叫做下水道 其實是一個地下的排水供電來的 是這個長達若干公里 裡面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隧道 去處理這些紅水或者污水 這些地下去水的供電 不是好像在地面挖幾米鋪水管那麼簡單 是閒閒地要動工十年以上 花費巨大的金錢 但是最後在地面是看不到的 這個我上次說過了 就是中國人那個所謂的假大空的精神 因為即使花了這麼多錢而看不到的 這些就不是正職工程 也都不願意花費十年以上 去做一件這樣的去水的系統 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很容易去比較 就是日本的東京 現在在東京東北的旗玉縣 就有一個叫做首都圈外國放水路 換了中文就是一個首都圈的排水系統 那麼在2018年就開放給公眾可以參考了 那麼看看圖片你就知道了 這個被譽為是地下的去水供電 裡面有成五十九支巨柱 每條柱重達五百噸 那麼被日本民眾是譽為地下供電的 而裡面有若干過這些這樣的直立式的水槽 或者叫樹井每個成幾十米 每年可以處理大量的洪水 那麼其實呢 首位這個東京這個首都圈 並不是在東京單單在下面 去設立這些這樣的地下去水的供電 其實就是遠至在東京的外圍 北面的旗玉縣已經設置了這樣的 耗費了三十億美元 動工超過十四年的地下去水供電 來拱衛這個東京 這個就真是拱衛了 因為它不是在它下游的 它是在它上游的 地勢高一點的那邊 所以其實你看到呢 其實現在北京的 或者是這個奪州的 或甚至天津所遭遇的洪水 令人來拱頭的 這個所有的中國的城市呢 以中國的GDP的能力來講 以它的科技進步來講 絕對有能力做到東京 旗玉縣這個地下去水供電 但是沒有做到 北京沒有做到 環著北京的所有 拱衛北京的城市都沒有做到 所以現在 一旦出現這些異常的降雨 洪水將至 無論在北京的周遭的城市 甚至北京都沒有辦法去容納 疏到這些洪水 於是一個又一個的縣 一個又一個的城市 就被這些洪水淹沒 大水直向天津進發 所以沿途吹灰拉扭 這個是不是人禍呢 這個是不是中國人的宿命呢 我真的不懂得回答了 陶先生 你看看這個15年前 2008年全國包括香港吹奏 這個北京奧運 這個叫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夢想 跟著報北京奧運之後 就好像這個叫鯉魚跳龍門 翻崗巨龍進入大海 跟著 想紅得多難 那時候已經有專家說 你不如趁這個2008年舉辦北京奧運 就乘機一次 你呢 是改良和擴建地下的這個排水道 但是一計一條數 原來保守估計都要是100億 再加上呢 起過這個排水道 你又要翻身啊 又要作路啊 那時候到底是北京市長的責任 還是中國國務院和中共的政治局的責任呢 最後不了了之 就一直都沒有做到 所以這個叫2008年呢 那時候舉辦北京奧運很多人說 就要借這個機會 北京和中國是正式進入現代化強國的行列 現在你看看 原來裡面是這樣的 金玉是其外 裡面暗渠呢 你如果有暗渠在其中呢 都還還好 原來裡面是塞了 所以就這樣就造成了 整個大陸那些人不是傻的 尤其住在北京 河北那些呢 再加上這個政治理由 見不到最高人物呢 是完全走來慰問 所以就網絡呢 就充斥著這個叫江澤民 那時候慰問華東水災 你看看這張照片非常經典的 選擇都選到這張照片 照片裡面的總書記江澤民 他的樣子非常的憂心忡忡 心事忡忡 好像十幾億國民的生計 都放在他的心裡面 最雖然隔離一幫中年的擦鞋子 這些和他後來沒多久之後 他走去美國那裡 訪問在夏威夷那裡 游泳 又是一幫中年男人 隔離圍著 東廠 西廠 這些 內庭 太監 諸如此類 但是起碼都懂得擺個姿勢出來 但是今時今日就沒有了 另外解放軍也不見忠應 這樣令到大陸的網民的政治觸覺 非常的敏感 然後南方都市部就直斥 這個叫做鳥州和河北的官員 是禽獸都不如 這樣算不算煽動 人民群眾對當地這個共產黨管治的仇恨呢 這些就要拯救一下立法23條的法律專家了 所以這次這一場呢 又是千年難得一語 八年難得一語 你叫香港那些藍絲親中藝園什麼東西 都個個都沒有聲音出來 你猜他們會不會舉辦一場 類似1991年華東水災這些大會演呢 就是哀幕就大於不知什麼死了 加上就河包就莫財了 再加上呢 總算現在是逐層逐層 是看通看透 於是就搞到這樣了 是吧 沒錯 比如說早前齊齊哈爾一間中學的體育館的天花 就被人擠壓了建築材料 結果倒下來就死了很多中學生 現在就一個更加大型的天災 就水浸整個華北 那這些究竟純粹是意外啊 天災啊 還是背後其實是有人為的失誤 和過失呢 那這些就留在這些災難中的人民自己去思考了 因為有些人說 你不在現場 你又不在那裡 你又沒有資格去評論的 是吧 那現在最有資格的評論可能就是浸在水裏面 或者他們的家當全部被沖走的人 是吧 是 是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歡迎和提醒各位加入訂閱的行列 當然還有本人陶傑 還有爆威聰的Patreon 還有特別會員渠道風雲會的 我們說說節目豐富 層次分明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 拜拜 風雲谷 在2023年1月正式成立為YouTube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加入成為頻道會員 你就可以看到專為會員而設的影片 現內容是專為風雲會會員度身訂造 和大家講一些陶生和白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的執政 對於在台灣的香港人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是否會好過現在民進黨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說到YouTube的時候 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他聽到之後縮然起勁 突然間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種KOL 我不會學某一個在台灣資深的那個 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我們風雲谷 因為他不敢說 人渣 法西斯 吐厚藍色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 其實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心想好像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你真是厲害 你這條帶給他看到 又翻臉 他就說你老哥 風雲谷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就同台 你發覺我現在手指指指多了 就跟癲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磁場 講完就學他了 我知道的 我還有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的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首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還可以同時加入 陶傑Patreon 和霸位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一至六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我們下集會 超愛戰音樂 我們下集會 czyli